我会给大家说清楚 如果最近有走这条路的人的话 他心里面有个参考嘛 卢亚县到处都是丰路 现在已经排除了两条路 修路修路走不了 摩托车也走不了 哇 一直插着走 难受 我现在是在卢亚县上面的一级箱 然后准备走卢亚县去这个卢谷府 然后这边过去一级箱到乌角箱 封路了 就是这从一级箱到乌角箱 大概就是20多公里将近30公里的地方 封路了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我们准备返回走 就走三江口渡江 就是我以前走过那条路 但是三江口渡江的话 也封了 也走不了 做轮渡做不了 现在就只有走那个 淋浪箱 水落箱 然后再绕到乌角箱去 然后这样子绕的话 就是需要绕200多公里 本身从这里到卢谷府的话 大概就140左右 然后现在的话就要多多200多公里 然后现在我车也没什么油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好难搞 然后现在我们两个在这里吃泡面 因为早上没有吃 早上没有吃 然后就本身是想着在前面去吃的 然后只有回来 回来在这边吃个泡面 昨天晚上也是在这里吃的泡面 吃个泡面 然后现在我们就吃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吃了 吃了吃了只有没有办法 还是只有绕吧 在路上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位置了 嗯 有点差 没关系啊 绕一下而已 现在绕的真的太远了 再看看风景嘛 不要叹气 现在我们走的 这把线路走乱了 不知道是哪条线的走了 没关系总会 正常按正常走的话 我们这条 就是这条线应该是叫卢雅西线 然后走 然后现在走的话就穿到 穿到东线去了 然后现在要远路返回 现在等一下我还得研究一下导航 刚才是随便看了一下 你具体还没有定下来怎么走 吃两顿泡面了 昨天 昨天晚上也是挺晚的 到这边挺晚的 也是吃了一个泡面 然后今天早上准备说 从前面走 然后他想回来吃点东西 没有回来 结果还是回来 多好啊 还有的吃 没关系 吃饱了 他那边是什么坏了 修路修路走不了 摩托车也走不了 走不了 他什么时候痛呢 今天 您不知道碰见没有 今天有个骑踏板车的 还有个骑 那个 那个叫什么车 一下子搞忘了 也过去的时候也过不去 回来了 也回来了 大概里面有多久修路了 修路走到这个一级箱 一级箱过去 一级箱过去 大概二三十公里 一级箱过去 大概三十公里 啊 我这就是风路不让进来 啊 他不让走了 他那个 反正走不了 我都说了好几个好吧 我说 他说别说你让前面那两个摩托车都 这个了 又回去了 走法回去了 哎 好的好的 谢谢我来尝尝看 嗯 我早晃闲 是还没问题的 他从哪里过来的 啊 你们是从哪边走过来的 我们从那个 亚丁过来的 嗯 现在我我现在都搞得不知道从哪边走了 现在 还有一条路走 那上面是卢亚县 从那个 零纳那边走 那个水洛镇 相当时那边要绕200公里左右 然后这上 这个我手机上有个 有个他显示是 直接打的打环 显示是200多公里走到小环线 不知道能不能走通 现在不知道 我先问一下 那一期相当的就秀着花 现在是不能走 我晚上呢 啊 他们下班以后能不能走 那我不知道 反正他们说是拿了两个摩托车回来 今天我也是 我也是今天上午 就是 我们决定了 因为我们本来是走中线的 也是修路 让我们等到他们吃饭才放我们过去 所以我们没高兴等 可能晚上给我们放 他要跟他下班了 就可能会让我过去 你们可以 可以试一下 反正我是他过不了修路 哎呀 这个搞的修路 修路又不可能天天封在那里 对不对 我最想 封了 封了几天呢 那是否儿子 说是封六天才封了六天 那我有个这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 第二次 几十公里 从这里这个顶上上去就是一级箱 一级箱过去二十多公里 将近三十公里嘛 估计 我们走走试试看 你们可以试一下摩托车 遇见几个摩托 他们也是去路过路的 然后我给他们说了 上面走不了 走不了 他们想去试一试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修路大概 大概他说那个修路就是中线吧 反正我们下去 先把这里下去了再说 反正我们肯定是走不了的 下面是万丈深烟哦 别说了 还说 没有多深的 卢亚县到处都是封路 现在已经排除了两条路 一条是这个一级箱到五角箱走不通 还一条就是中线走不通 现在 其实挺难的 在这个 路口来了 我们是走那个一级箱就是对面 对面那条路一直从上面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上去 这条路大概走一个 一个小时 左右吧 到那个一级箱 然后我们走了一级箱过去 大概走了二十多公 二十多公里 将近三十公里 然后那里封路走不了 然后就远路回来 回来 然后这边 他们很多人给我推荐 因为在这途中啊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我们问过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建议我们走这一条路 比较稳一点 这条路就是走 永宁箱 水落镇 这个箱 这个方向 是这样子走的 然后 这边走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边走 距离是最远的 但是你加油站是最近的 在加油站的话 我这个车是没有油了吗 现在没有办法了 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了 导航显示 这里还有一条 最近的路 是小环线 小环线的话 它是 只有两百多一点公里 但我给很多人看了 他们跟我说的是 这条路你最好不要去走 这条路 因为其他大路 都是封了很多条的 然后 现在搞得我真的很纠结 很纠结 不知道怎么搞 我这个车还有一格有 倒水 水落 永林 这个永林乡 不是 什么林乡啊 看一下 你看 反正这边走嘛 这边走 反正最多走到这个 水落镇 就有加油站 现在 在这里就纠结了一会儿 也研究了一会儿地图 没有办法 那现在我们只有从这边走了 玩手机啊 我说现在的话 我们只有从这边走了 从这边走 刚才不是问了人吗 这边走是路 他说是越走越好 对啊 而且这边走的话 加油站是有保证的 加油站就是 这里到水落镇78公里吧 78公里就是70多公里就有加油站 油最重要了吗 对啊 然后在这边走的话 要不然就是 原路缓回 呃 那个永什么 永什么加油站 你看我这个人说话 我我看一下 我给大家说清楚 呃 如果最近有走这条路的人的话 他心里面有个参考嘛 在这边的信号 它是也是十有十五的 十有十五的 呃 这边是永宁 永宁说是 呃 有人说是有加油站 有人都是加油站是关闭了 关闭了还是倒闭了 现在有没有油不确定 但是能够确定的 这就是 这边走走78公里 到那个永 呃 水落正是有加油站了 然后这边走的话 我看一下 这边走的加油站 最近的是在东义 离我最近的加油站 就是从这边走的话 就是从 从河对面 那边走 呃 就是 东义是最近的 然后我们也是从乔过来的 是从那条路走的 啊 最先让我们去的就是说是东义 对是东义 但是东义的话是远路返回呀 嗯 因为东义 它那里是一个小加油站 很小的加油站 有一个墓是吗 嗯 我有点 有点不放心 所以说我就 没有加油 结果越走越没有了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 注意油量啊 哈 然后这个好像在下雨了 然后我们就出发吧 就从这边走 已经确定了 绕就绕 多绕点就多绕点 就的反正出来就是玩吧 好 上车 上车出发